中立体跟张伦硕决定11月结婚了 中立体有过三个女儿 还大男方12岁 虽然从相恋之初就不被看好 但他们却证明了这就是真爱 其实如今恩爱的明星夫妻中 有不少对都曾不被看好 文章比马依丽足足小了7岁 马依丽的强势文章出轨摇迪 都让两人一度传出离婚 但这一对还是成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2010年9月 仅密恋20天的汪小菲大S便登记结婚 不过从章鱼起到安逸轩都和汪小菲传出绯闻 因为婚礼王思聪张朝阳 还先后与新人先起骂战 然而经历种种风波后 他们仍旧牵着彼此的手 孙力邓昌从相恋时就不被看好 孙力由于主演《甄嬛传》身下暴涨 红过邓超离婚之说频传 还有爆料称 邓超曾经趁孙力不在的时候 与女演员深夜密会 不过他们最终用行动证明 一切都只是谣传 刘嘉玲和梁朝伟 大概是娱乐圈里被传离婚频率最高的夫妻 无论是张曼玉还是刘嘉玲的情史 甚至周迅 都传出于梁朝伟擦出火花 两人性格一动一径 虽然极端但完美互补 至今依旧携手前行 张杰和仙娜从恋情被报 就被指示张杰炒作 两人结婚以后 仙娜怀孕流产的消息更是停不下来 让张杰十分愤怒 而经历了风雨的他们却依旧甜蜜 张杰还会威胁那讲睡前故事 也是瑞欧虐狗 梁兹在被尊为女神时 突然下架身家丰厚 却腿脚有急的马亭强 让不少人认为 梁兹弟弟出车祸导致家庭的富蕾 会导致两人分道扬镳 但事实是 三个女儿出生之后 马先生马太太还经常脱手出来 享受二人世界 蔡上芬2003年和张晋因细生情时 女高男低吃软饭的质疑 根本停不下来 直到张晋获得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一具一辈子的幸福都要靠他 令人感动得闪然泪下呢